我现在在杭州 杭州有一个林彪行工 也叫704工程啊 就隐藏在杭州西湖后面的大山里头 这个工程不能说太多啊 就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林彪修建的秘密基地 这个就是入口了 为什么叫704工程 因为是1970年4月份修建的 就建在后面的大山里啊 进去看一看 他在苏州也建了一个 上次我苏州的已经去过了 这个是杭州的啊 这个秘密基地 它是分为地下和地上两部分的 从这里是进入地下的 一会儿去地上的再看一下 进来了 现在这里面是买票可以参观的 票价16块钱 这墙上都是一些林彪的宣传照片之类的 这边有一个汽车 这林彪专用汽车 紧急情况的时候 可以坐这个车 从这里开始就正式进入了 里面是个很长的通道 先看一下这个门啊 每一扇门都是500公斤重 用特级的钢筋火凝土 可以防止生化武器 还有核弹袭击啊 密闭门 走进去看看啊 它有好几道门呢 哇 真的是很深 这个 这个也挺宽的 可以并排走三四个人 高度有两米多 这个地方从建成开始一直都是绝密状态 一直到九十年代才开放啊 这个是防爆门 这个是防火门 这里有介绍啊 它的办公室在最核心最里面的地方呢 这边上 这个是卫生间 当时已经用上抽水马桶了 这边是它的水房 它这个是独立的地下储水系统 储存了三十吨水 它这个地下室能保证在里面待一个月啊 就不靠外 就是完全和外界分闭的情况下 可以坚持一个多月 这个里面是配件房 这里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 即使跟外界隔绝也没问题的 这是警卫室 这个是物资仓库 里面就是放一些吃的喝的 通道最中心的位置 就是地下指挥中心 门口有两个卫兵把守啊 进去看一看 这个里面就是林彪休息室了 它是临时休息的地方 很小一个床 然后柜子沙发都有 林彪平时喜欢吃黄豆 桌子上放了一盆黄豆 他就是边开会的时候边吃点黄豆 相当于是临时一样啊 然后他柜子里是有一个茅台酒的 但是他每次都是打开瓶子 闻一闻就行了 他不会喝的 这边是卫生间 这个房间是等待接见的一个等候室 这边是会议室 平时开会啊 讨论问题 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最主要的 最核心的 作战室 研究作战行动 下达指挥命令 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也是最宽敞的地方 可以看到有那个电台 墙上是挂的交通图 这边也有交通图 这里算是一个决策的地方了吧 再往下 这边就是通讯室 收发信息啊 发布指示啊 和外界保持联系啊 都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台啊 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人 因为他们有很严格的 这个保密制度 所以一个人接电台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是监督作用的 这就是地下指挥所的情况 可以看到这个地下也是四通八达的 游客非常多啊 看完地下的情况 再去地上面看一看 地上还有四栋别墅呢 走 这个楼梯就是通往地面的 这通道里面距地面24米啊 所以可以防止那些导弹袭击 从地下室出来了 重见天日的感觉 这里面阴冷潮湿啊 还是地面上舒服 这边就是林彪住的楼了 下个视频参观地面别墅 谢谢观看